天命华都雅野发生一宗残忍杀妻案 动机居然是男子挽留不了坚持要离婚的妻子 恼羞成怒拿刀捅死枕边人 男子警觉闯下了弥天大祸之后 主动到警局自首 华都雅野警局主任诺艾哈万 昨天晚上发文告指出 一名36岁的乌鱼男子 昨天下午2点到警局 承认在一家酒店谋杀了32岁的妻子 警方回到案发现场发现死者浴血在酒店的房间内 身体有被利器捅过的伤口 并在现场起获了相信是凶器的利刀 嫌犯和死者是在案发的前一天 也就是星期三分别抵达酒店 并入住同一间房间 殊不知因为离婚的问题一言不合动了杀机 警方正式逮捕嫌犯 并援引刑事法典302谋杀条文调查案件 请不吝点赞订阅